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没事吧 醒了 杨爷爷 对不起 我们给大家添麻烦了 已经没事了 你们昨天一个心神受损 一个失血过多 还好及时从寻灰地狱里出来 才无性命之忧 选人一事推到了今天 既然都醒了 那就快去吧 是弟弟和采儿妹妹 大小姐和那小子都没事 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他们真的没事 看来两人和好了呢 又回到了这个艰难的选择题了 龙兄弟 采儿姑娘 你们身体好些了吗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采儿姑娘 我愿意把后臣的名额还给你 圣骑师长大人 关于我之前的提议 你的提议 我已告知大家了 愿意放弃封厚奖励 换取多一个选人名额 本质上也是一个更灵活的资源选择方案 因此联盟决定 从这一届大赛开始 前三名 皆可以选择放弃奖励 换取选人名额 以便打造更符合心意的猎魔团 为了公平起见 选择的两人中 有一人 不得在前十六强系列 那我才四十二名 岂不是 没错 你们现在可以再一个队伍了 臭小子 你可赚到了 昊臣放弃的可是稀有灵卢 没有林兄的丹药 我也不可能成长得这么迅速 太感动了吧 大姐夫居然愿意为了大小姐放弃灵卢 他们果然是真爱 弟弟和彩儿妹妹终于能在一起了 就是便宜了灵心的小子 好了 接下来 亚军杨文昭 上台选择你的队友 虽然进冠军的队伍已经没指望了 虽然进冠军的队伍已经没指望了 但杨文昭也很帅啊 我的选择是 灵魂殿 陈英儿 骑士殿的白马王死 他也太幸运了吧 我才不愿意呢 谁要加入你的练魔团 这对小冤家 要闹到什么时候 丁儿如果被拒绝 就只有重新选择其他队友 选我选我 选我选我呀 我也想加入你的队伍 好 好吧 那我选魔法殿的黄毅 我 是我是我 黄毅 你可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 杨文昭 谢谢你选择我 以后我和阿皇就是你的好兄弟了 接下来 继军慕宁 上台选择队友 我选骑士殿的段毅 段兄 我把团长的位置让给你 我也很像我男人的浪漫 兄弟 有眼光 等就好了 大哥带你驰骋大路 前三名选人结束 接下来将进入随机选人阶段 为了保证猎魔团组建公平和战斗力平衡 每一个队长都将进入荣耀轮盘 随机选择剩余队友 而随机选中后 不可以再拒绝 我方对名已确定 市集一号练魔团 暗之为已 光斩风狼 我方骑士刺客已确定 龙昊臣彩儿 团长 您的魔法师一号已上次了 我方魔法师已确定 临心 请随机选择我方战士 团长团长 你有心仪的战士人选了吗 我需要一个精通防御的盾战士 我和彩儿都偏向近战攻击 在前方杀敌时 如果有一个能完美护卫后方的盾战士 能使我们团队的生存率大幅度提升 哇 若我是这样 那我就可以蹲在后方安心去弹药了 杀不死我的东西 只会让我变得更强大 我方战士已确定 王元月 这么偏偏撑到这个不会防御的盾战士 怎么 你有意见 没有没有 帅气老门也挺好 盾够大 请随机选择我方召唤师 都挺好 只要不选中那个不靠谱的陈婴儿 不听话 就把你变成粗 我方召唤师已确定 陈婴儿 元月姐 太好了 我们以后可是一个团队的了 你这丫头 到时候可别成了我们的战场脱油品啊 完了 不许没抽到能考的盾战士 就连召唤师也这么不可护啊 你一个攻击魔法都使不出来还是我们 对啊 别臭买样的 停 陈婴儿的生灵之门虽不稳定 但一旦召唤出强力召唤兽 对我们团队将非常有力 接下来 我们只需再抽到一个治疗辅助很强的治疗时 团队的综合实力就均衡了 请随机选择我方治疗师 团长 这一次赌上我以后所有的运气 如果治疗师再选不到最好的 我就给一瓶把过一辈子 用了这首音乐的增幅 咱们一定能抽到最强治疗师 相信我 灵芯已被管理员禁言十秒 我必不可能出头 我方治疗师已确定 司马仙 好 灵芯 和你在一个队还真是倒霉啊 哎 你人呢 好 龙兄弟 看来咱们真挺有缘法 欢迎加入 终于可以说话了 光头 跟你分到一个队 我这身倒了八辈子血眉 你也不会治疗的治疗师 你 你 灵芯已被系统管理员永久禁言 我方队伍已确定 不知道一号大姐和大姐夫 会组成什么样的团队 哎呀 你放心 有他俩在 一定是本届最强团队 团队数据 肯定是最均衡的五边型了 不对啊 这团队数据 怎么是个三角形 你看 攻击属性还在不停往上涨 这是 不会攻击的魔法师 不会防御的战士 不会治疗的治疗师 还个召唤能力忽上忽下的召唤师 大姐夫这什么受气啊 就是 一号猎魔团 组团完毕 二号猎魔团 团长骑士杨文昭 组团完毕 三号猎魔团 团长骑士段一 组团完毕 四号猎魔团 团长治疗师陆希 组团完毕 十号猎魔团 组团完毕 我宣布 第六百零六届猎魔团 全部组团完毕 从现在开始 你们就正式成为 所在猎魔团的一份子了 组团完毕 碷鸟 组团完毕 鸟 组团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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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你们要在这块英雄之名上 留下你们的名字 完成今天最后的仪式 爸爸 英雄之名是什么呀 他呀 是咱们联盟英雄的象征 那些猎魔团的哥哥姐姐们 在出发前都会把他们的名字 留在上面 那为什么上面那么多名字都黑了呀 因为 每一个名字上的微光 都代表着他们的生命之火 如果微光熄灭 那就代表着这位哥哥或者姐姐 在守护家园的途中牺牲了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都是这些哥哥姐姐们拥命换来的 所以啊 即便他们被埋葬在黑夜 但是 他们也永远住在我们的心里 哥哥姐姐们 希望你们的名字 永远都不要变黑 我们一起吧 大家都一起 从这一刻起 无论生死 你们的名字 都将被永远铭刻在 英雄之名上 这是你们作为猎魔团的一员 最高规格的见证 它将承载着你们的荣耀 永世留存 少年们 出发吧 用你们的脚步 用你们的利刃 用你们心中燃烧的熊熊之火 为这世界 开辟条 光明大道 与万同行 一路顺望 一号猎魔团 一号猎魔团 炫 fiance 炫流 炫出 炫antis 碍 炫 炫 炫 炮 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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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